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 Azla心灵分享 先报位 最近我们的新节目 这个新暖男日记 好评如潮的 听过的人都说笑到趴在那里 爆笑又有料到 Exactly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就是很爆笑 但是又有料到 你又学到医学的东西 又可以改善你夫妻关系 改善你的胜负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劫财 又要劫色 什么叫咸牛肉 自己听吧 我们想做到每个礼拜都有节目出现 因为Dr.Dill 这个发音是不准的 你知道就可以了 我说过以后不讲粗口 他真的很好 所以可以每个礼拜都出一集 说实话 就收到又有人私下找我了 说了几万次都说私下不回答问题了 他说 虽然我已经报名 9月28号的一切从银开始了 投资白银的说了 但仍然想问银是否可 什么 是否任何价格都值得买入呢 麻烦你 你不需要详细答案 我只是一个简短的答案便可 就是你了 我说了我私下不回答 大佬一千个会员 几百个学生 怎么回答得这么多 但是为了 因为现在市面上已经 讲丁多了 其实我们主要买银的话 是买三种而已 我们不买银币的 亦都不买银的首饰 买什么呢 就是买纯银 就是投资用的银 它通常有分三个尺寸的 一只是一盎司 有些用kilo计的 有些用两个计的 我这里用一盎司计的 比较大 一种是一盎司的 小小过的 封月金币 另外一种是十盎司的 大概这么小的 然后就有100盎司 这种大条例 厚多多的时候 六磅多 那麽你说 你说不需要 一句就行了 怎可以答一句 第一 如果我说 是 那你就跟着我做了 我说不是 那你就跟着做了 那最后是谁负责任 当然是我 然后EBS,你说是 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做投资 正式來講,大家要坐下 我們叫investment portfolio 你有多少 cash flow 你可以承受的風險是多少 你的投資項目有多少 你的 cash flow 現金流的情況 還有任何價錢都可以進 現在三萬元一盎司,你進不進? 你進我賣給你,好嗎? 有三千元一盎司美金,你進不進? 當然不進 所以你說任何價格都可以值得買 當然不是 所以就有時間回答你 到底什麼價格才對 我怎麼幫你決定 有人覺得,上幾個月才15個多 現在已經17、18元 好貴啊,我不進了,要遲些才進 OK,可能我告訴你 不要啦,你進吧 然後明天變了14個多 那你罵死我了 如果我說不要啦,你進吧 其實我們是吃大茶飯的 我們說十倍、二倍、三十倍 我們才買的 你無謂這樣浪費時間 好了,然後他買了 買之後可能真的,2020年沒有事 然後那些銀呢,狂跌 那又怎樣呢 因為我不是先知 我不可以告訴你 所以你說,不需要一個詳細答案 你只是一個簡短的答覆片 第一,大家不要再問我這些 因為我不會跟你做個人的 投資的諮詢 我不管你是會員 或者不是會員 因為你賺多錢,不會找我 你不會請我吃飯 你請我也未必到 你虧了錢的話,你一定怨死我 因為我們 譬如我以前做資金計劃 你一定要坐下來慢慢談 不是這樣說,你給我一個答案 可以了,不用長了 yes or no 大哥,沒有什麼可以yes or no 愛情都不可以yes or no 所以,sorry,不可以回答你 再說一次 大家私下,不要問我任何的感情健康 除非你願意放上桌 給我做這個 S心理分享 或者想像一刻的idea 所以答完 你想問的話 星期 你見面那天,回答吧 算了 我給我簡單答你 簡單來說 其實 如果現在 它是慢慢 它銀是這樣升的 15元 然後跌一跌 然後又升一升 跌一跌 又升一升 跌一跌 你要自己看一下那個 叫做 Silver Increase Price Silver的那個 Price 它的走勢是怎樣 如果我自己是吃大茶飯的 我等它升一兩倍 我都不會買的 起碼你升了10倍 20倍 譬如有Vincent問我 Essa,你預計它升一倍 我說40倍 這樣 因為我這錢不是等於花的 不行 它慢慢升 然後Vincent說 嗯,你都不是很野心 那你明白嗎 所以 那你何必計較它是 14元 14元 15元 18元 20元 你自己決定 OK 我就覺得不需要去什麼 這樣 OK 答完 算是 那 那 講開癮的 講多叮叮 那其實這個星期日 哇 就是我們的第一班 一切從癮開始 鼻塞塞的 第一班 那我昨天晚上狂咪這本書 OK 那這本書 是我在amazon.com找到出來 然後看到後面 真的 哇 興奮到 睡不到 然後 其實我很累 昨晚去到點半鐘 還在那裏狂看 因為太吸引了 然後看得欲罷不能 我差不多 一整本看完 一晚 這樣 之前看了幾頁 昨晚差不多 一晚差不多追完 就是 如果我年輕一點 我都追完了 不是 其實我已經從頭到尾看了一次 然後我就要再精讀 再精讀多一次 但是 很興奮 為什麼呢 嗯 我有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但是本書 有很多數據 就support 這樣 因為呢 銀呢 就是講丁多 因為銀呢 在工業上的用途太大了 還有 接下來的話 銀是一種 就是這樣說 它是消耗了之後 還原不到的 又或者以前 那些人覺得 你銀這麼便宜 就是 十幾十年前 五元一盎司 你怎麼會還原的 你不跟金 因為金呢 是說 1500元一盎司 但是銀 都是 1300元 1400元 然後銀是1500元 差不多 1% 這個金價 這樣 所以沒有人會將銀 recycle 回來的 但是金是一定recycle 所以過往的話 很多數據 這個作者又給我 證明了一件事 你沒辦法證明 因為你沒有數過 多少銀沒有了 但是 他就說 95%的銀 在地球上的銀 已經沒有了 以及很多銀礦 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 最近我都發現 嘩 厲害 我今天去檢查 因為想入貨 又想入多些貨 Vincent叫我入貨 他說 當然入貨 你手持著錢 也沒有用 然後我們發現 我們做三種投資 就是1盎司 10盎司 和100盎司 是不是 1盎司和100盎司 要訂才有 就是要付完錢 然後你在這裏等 幸好我們和這個銀號都很熟 都知道他不會幾十萬走數的 還有這麼多客人 但是 10盎司是沒有了 我說10盎司 因為10盎司 我入的比較少 不是入了很多 那我可不可以入多些 他說 沒有了 直接沒有 利昌就直接說 沒有都爛了 唉 Oh my God Anyway 只要入小的 因為大那些 我入了很多 好了 接著 我開心得不得了 因為 因為 未來的日子 所有的高科技 無論是汽車 電視 CD 手機 全部都要用銀 越是高科技 越是用銀 因為銀的那個 是所有金屬之中 的那個導電性 和導熱性 是最高的 所以 一定是大派用場 就是說 銀的需要是非常大 然後 然後銀的存量是非常少 那是什麼呢 哈哈 發達了 我最想見到是什麼 就是2020年沒有事 大家安然度過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因為 就算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銀的價錢 都會不斷地上升 不斷地上揚 但如果有事情發生 任何政治的問題 任何戰爭的問題 的話 銀就會狂升 所以如果你還沒買的話 我都幫不了你 這本書非常好看 然後今次這個禮拜講了 就是這本書和這本書 這本書都講不完 因為它是講三分之二 是講美國以往的歷史 其實呢 如果大家想發達 想成功的話 了解歷史是很重要的 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 是很重要的 然後它三分之一呢 就是講這個 就是投資銀幣 其實如果我們的教堂 是兩個半小時的話 其實真的不夠講 其實只是講這本 已經大家興奮死了 還哪用 這本我都會講些的 另外就是我自己的演繹 以及怎樣理財 我們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資產主要造成的問題 還有我們有什麼事情可以抗衡 當然五班已經爆了 如果你報不到的話 都明白的 但因為我最近自己的身體 都比較虛 因為生意真的太好了 要用很多能量去做 即是雙掌黑 And then Admin 所以我們暫時不會開第六班 可能11月或12月再考慮 開不開 大家就可以和我們訂回錄影 我們今次的錄影 就會是兩部相機的 例如一部拍我 一部拍我要寫的東西 以及一部拍所有的PowerPoint 所以就算你來不了現場的話 你絕對是可以 好好地看到我們的Presentation 因為今次我做了很多功課 會是一個很好的理財教育 這樣 好了 講到 講到教育 我自己呢 今天是讀書會 讀書會 那是我總是我的high time 是我一個禮拜之中其中的high time 因為 比較近距離 和我自己的學生 或者是共修 或者是會員 近距離接觸 還有可以 我可以講話 我可以 譬如對著鏡頭都講話 但對著鏡頭沒有feedback 那誰要第二天 就馬上查看 有沒有人留言給我呢 看看有沒有負評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什麼負評 那如果有時候我發覺我自己說多叮叮政治 就會多了這個thumb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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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所謂 明白的 那大家的看法不同 是完全不一個問題 那起碼你都肯看 看到我講 你不喜歡合聽的話 那都OK 那起碼你都看 那話說實話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提過這件事呢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因為天天都錄 和很多人說呢 我就會把我和別人說的東西 和錄影的東西 混合起來 到底說了沒有呢 好了 anyway 星期日那晚 好像說了一點點 但我沒有再說下去 OK 星期日那晚 我不是說我去了屯門去吃dinner 然後就有很多人 然後呢 那個receptionist就問我 小仔你介不介意坐吧檯 我現在假設我沒講過 因為我真的失了億 我忘記了我講過沒有 那就是一間這個 講完名也不要緊 那是Outback 因為Outback的服務 速度 食物質素都非常之不錯 特別是那條長的黑麵包 想起都想吃 好了 那我就坐下了 然後我就覺得 OK啊 我桌子也不用逼 又不吵 因為它這裡很逼 就是外面的門口很逼 然後裡面的食客也很逼 又很吵 你知道我不喜歡吵 那我自己坐在那裡 然後呢 因為沒什麼做 就看著前面那個bartender 就是那個調酒 就是那個 你懂 調酒的帥哥 我想他應該 二十歲頭 我猜是二十四五 頂籠是二十六 很年輕 非常年輕 然後他就好像快鏡頭一樣 做酒 Margarita 然後那些Corona 我們年輕時經常喝過酒 然後年輕一點 經常喝過酒 然後 後來我就叫了海鮮意粉 海鮮複麵 叫了沙律 叫了沙律 叫了 有一條包 還有一杯飲 我也是沉了一杯水 我也是 那他呢 我就慢一條絲 你吃意粉 你卷卷卷卷的 慢鏡頭一樣 夾一夾沙律 這樣是不是 但他就好像 成了二 我一邊吃 我一邊吃 我一邊有一把聲音 跟我說 Esta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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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告訴我 你告訴他 說他很聰明 你去讚他 說他很聰明 他發鏡頭 很 capable 很聰明 那我就在吃 為什麼這樣 不斷地想這件事 一邊吃就吃 他不斷重複你 然後就OK 我讚他 好了 但你要讚人 都不容易 他發鏡頭 像小B和小寶一樣 他都沒有看我 那為什麼有個機會 可以讚他 那我吃完之後 就在那裡 就用我的心念 sauce他 看著我 sauce他 你看著我 我跟他駕駛三十年 我又不是一個美女 在他的眼中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他不會無緣地看我 因為他真的看得飛起 終於有個時刻 他看著我 他不知道 他只是看一眼而已 我就立刻拿著那個時刻 他就說 你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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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男生 立刻停了 他就說 蛤 我說我在那裡吃了一頓飯 但是你調了一百杯 都不止 他就說 有一百杯 然後我說你真的很厲害 一個人處理了整個水巴 你給我 人都瘋了 我真的搞不定 你給我 肯定我 我一定搞不定 然後他就是 開始你見他有些鬆毛鬆翼 這樣子 然後這個男生就說 他很可愛 高高瘦瘦長條型 不算很高 可能我想五七八 五七七八吧 就是一般很時限的香港人 但是他真的很 capable 他是 你知道Margarita很麻煩 做個黑色盒 做出來 然後印個杯 然後收起來 又印些鹽下去 然後又放在那裡 然後兩杯 然後他又要用維持鹽下去 去攪拌飲 然後倒出來 又要洗維持鹽 又倒轉它 留肝 然後又重複很多動作 總之厲害 一頓飯他做了一百杯 一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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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厲害 然後我就說 你有沒有上學 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你是自己學 有學校教你怎麼調酒 然後他說 沒有的 我沒有上學 我是靠看的 我看著 我問 蛤 你看你都可以這樣 你真的很厲害 大家記不記得 做網台下把怎麼做 做下把就是這樣 我是well trained的 在這個不能說真相 就是 蛤 真的嗎 為什麼 哦 你好厲害 這樣 這個可以用在 你的親密關係 你可以這樣困 不是困 你可以哄你老公 然後就炸掉不知道 一個聰明的女人 有時候是要扮一下蠢女人的 那你說搞錯啊 明明這麼英明神武 你叫我扮蠢女人 我告訴你 你老公是一定會醒到知道 你是在扮蠢 來困他 哄他 去please他 而他會極度欣賞你 一個聰明的女人 說多次 要在適當的時候扮蠢 當然啦 如果有時候 他真的不開心 事業上不開心 他問你意見的時候 你不要那個時候來扮蠢 他就覺得你真是死蠢 為什麽我會扮一條這樣的女兒 儲了這樣的老婆 那就死吧 好 anyway 哄小孩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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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 為什麽 然後他講無厘頭的答案 真的嗎 寶寶好厲害啊 那你的寶寶又會很厲害 他長大就會很健康 很有自信 成長 哼 媽媽說我很厲害 我一定是很厲害 這樣 這樣 人的事很簡單 你哄一下我哄一下你 你就一輩子 所以不認真 對錯的事 留給宇宙 留給神 好 anyway 回到這個故事 回到這個圓屯門的故事 OK 這個outback吃飯的故事 然後 然後 我就 你真的很厲害 那樣 有趣的是什麽呢 有趣的是 坐我旁邊有兩個 又是英俊 兩個英俊 跟他差不多年紀 都是可能 二十六七 二十七八 很難知道幾歲 因為我沒什麽這些 我估計差不多 二十多歲 二十多歲 二十歲中間 然後我一直稱讚這個男生 我旁邊的男生 就不停看著我 然後 他看得 原師局這兩個男生是朋友 不斷在說話 他們自己的私生活 朋友 我都沒什麽留意 他說什麽 然後他停了 他 我旁邊的一個 就不同 因為我們坐巴桌 他就不看他的男生 一直看著我 就看著我去讚這個 酒店 我便說 你真的很厲害 厲害 接著那個男生 那個酒店 就跟我說 有空下來喝飲料 如果我年輕 三十年 就溝到他 就已經認識他 不過當然 不是那一回事 又很有趣的是 旁邊的那個男生 就不停 睜睜睜看著我 而他的眼神 差不多 好像是 好像是 我便說 阿姨阿姨 你可不可以讚我 其實我都ok 很有趣 然後 然後 我突然明白 就是 咦 其實 我們是否需要讚多些年輕人 這一部份 我記得 好像有一集我講過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讚多些年輕人 為什麽 現在外面是這樣的呢 是否其實大家不知道 大家的那個價值在哪裏 不知道自己的那個 那個優點在哪裏 因為根本沒有人讚你 或者我們的父母 或者他們的父母 根本都是這樣 可能小時候都是 你知道中國人的 我們有個叫保齡球理論 甚麼叫保齡球理論 譬如打保齡 你拿著球 一滾過去 然後 打倒了那些瓶 然後有兩個瓶 站在那裏 接著你的注意力會在哪裏 就是站在那裏 哎呀 還有兩個 或者你剩下一個 你就會 哎呀 還有一個 不是這個傳眾 但我們永遠不會去慶祝 去celebrate 打倒了那八個 或者打倒了那九個瓶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中國人的那個教導 譬如我小時候 我媽媽經常都會說 譬如說 媽媽很熱啊 媽媽一定會說 叫這個 心靜自然涼 熱甚麼熱 這樣 人要嚴格要求自己 女兒 OK 其實第一 我是一個小孩 第二 真的很熱 媽媽 為什麼媽媽不會說 我們有錢就會買個風扇 女兒你忍一下 這樣 這個真是事實 那有好處的 一個好處就是 結果我真的變得 非常 非常 什麼 媽媽說 人要堅強 人要嚴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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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己 對自己要很嚴格 這樣 結果我對自己真的很嚴格 這樣 所以有很多人 可能從小到大 聽不到父母讚自己 真心地讚自己 一句 這樣 那好 昨天呢 我就寫這個無不治的時候 突然間 不斷有idea 衝進我的腦 我找回一段東西給你 我就想這樣 我想帶動一個活動 如果你是相聚的會員 或者不是會員 我們都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全城感恩活動 全城感恩活動 第一我們沒有預算 第二我們這個 30天不看新聞的 這個測試應該完了 如果你是有做的 或者你做不完30天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在我們那個 Youtube的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你不想的話 你也可以Facebook PM 我也可以 我們現在玩另一件事 全城感恩活動 第一 內容是什麼 拒絕粗口 暴力電影、暴力漫畫 暴力遊戲機 我不看暴力漫畫 也不看暴力遊戲機 其中一件事 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罪案 校園槍擊案 就是 現在的小朋友是打機打帶的 然後這些打機的內容 基本上是充滿了暴力 色情、殺戮 人殺人 其實一個 最近有些實驗做了出來 有些調查報告做了出來 一個15歲的青少年 在他 不知幾歲 15歲之前 已經 至少看了15萬個 人殺人的片段 那你怎麼會不暴力呢 為什麼我們不暴力呢 為什麼我們不暴力呢 當然你會暴力 另外就是什麼呢 粗口 我自己中了很多壞種子 我說過 香港現在這麼多人說粗口 我覺得是我的問題來的 根據日本法則 我們是要這樣處理的 那現在我會帶動一個 新的運動 是去 即是 新的一個campaign 去 抗衡這件事 還有補獲的 就是什麼呢 拒絕粗口 那我又不敢說 這一輩子我都不會說粗口 大哥 你租天遣的嘛 有時候真的會 一個不小心 就 這樣 你就說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呢 我會承諾 就是 不說粗口 盡量解粗口 OK 即是那些真的粗口 即是L字那些 即是 器官那些全部全解 OK 其他那些PK那些 就用英文代替 OK 這樣 然後就Q都算 頂著先 即是很Q熱 很Q悶那些Q 就暫時用著先 這樣 遲些時候就連Q字都戒了 好了 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 每日讚賞 一至三個人 OK 然後 然後 我們 讚人是怎麼讚的呢 讚人 最好的讚人方法 要讚他的B型 什麼叫B型呢 就是 譬如我剛才說 我讚那個Bartender 這樣說 你真的很厲害 你真的很勁抽 你厲害 你可以一個人 即是 我是在讚他的能力 讚他的本事 所以 他會很開心 去飄飄然 如果我讚他 你的眼鏡很美 或者讚他 你的衣服很美 這些很膚淺的 當然好過沒有 例如 你見到一個人 這件衣服穿得很美 如果沒有話說 你就讚這個 但這些相對來說 比較弱一些 譬如有些人讚我美 就 OK 好 但是我聽過 真的開心 Esther真是做事的人 OK 哇 真的開心 另外 就是我以前的Partner Wilma Wilma 生前 Wilma是那種 不論是讚美的人 嗯 嗯 但是她說 譬如她給feedback 譬如想 有些事情要我改善的話 她又說得很soft 她不會說到 好像我有時說話 可能會很崛淚脆 或者會令到人受傷 但Wilma不是的 喂 Esther Lee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不值得 擁有一個 六位數字的月薪 我很早已經是這樣的了 為什麼你不是 你不要生氣 你回去想想 你想了就告訴我 你怎麼生氣 生氣不起來 對不對 這樣 然後 Wilma有一天跟我說 她說 Esther Lee 我說 Wilma 我想做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Wilma說 Esther Lee 你是那種 If you put your heart and soul into it You will succeed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t do 她意思就是說 我是那種 只要我把我的心 我的心 即是我投注一個 一件事 投放在一件事情上面的話 Esther Lee 你一定會成功的 這樣 我沒有想過 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真的 很大的一個讚美 我沒有想過我的partner 原來是這樣看我的 原來她在她的眼裡 我是這樣 然後第三個讚美 就是我媽媽說 我一般來說 不認識我的人 都會覺得我很兇死 很pushy 很扯 或者很 但是我世界上是top sales 我做的當然可以 但是很多人 譬如說她的能量和我不同的話 她就會覺得我很扯 很兇 很嚴 很嚴 我聽過 但是如果你問我媽媽 我媽媽當然你會問她 我媽媽不在 我媽媽在生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我媽媽那麼了解我 而且我第一任男朋友 不是 第二任男朋友 一個英國的男子 一個男人 現在是 她有三個子女 現在呢 以前我們拍拖的時候 她 她小了我四年 我記得 我二十八 她二十四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這麼浪漫 Anyway 她跟我媽媽都說的 就是 她說 大家坐著一點 不要跌下山 不要跌下地 就是 她說 Esther 她說我是她見過最溫柔的女人 哈哈哈哈 聽到沒有 還說我兇 我媽媽也是 如果你問我媽媽的話 我媽媽會說 我這個女兒就是我位置 我媽媽有兩個女兒 一個兒子 我媽媽會說 你 因為我是那些 表面好像很爽朗 就是 一下車就走了 就是旅遊 下車就走了 拿相機到處拍照 我妹妹要扶著我媽的 那有些人就批評我 就說 哎呀你看 你的大女兒真是壞的了 你的小女兒就好了 扶著你 接著我媽媽呢 竟然跟那些人說 啊 你看錯了 真正照顧我一個 是我大女兒 嘩 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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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你讚人 如果去到這樣的 level 你就會將那個人 極度地 lift up 即是會抬舉的 OK 他會充滿自信的 那如果你真的想不到 你才讚他 這件衣服漂亮 那些頭髮梳得很漂亮 好像我們這樣 今天又去了阿KID那裏 弄頭髮了 所以現在頭髮很濕潤 濕潤到我今晚都不想去游泳 因為實在太漂亮了 這樣 不想弄髒的 不想弄濕的頭 這樣 明白了是不是 好 然後我們又玩三十天 OK 這個遊戲非常好玩的 大家留言 第一 他會強力地改變你的業力 你的種子 如果你做得到的話 每天選一個至三個人去賺 OK 當然你賺三個的話 你的業力會大很多 對不對 那就大三倍了 如果你不是 最少賺一個 那如果有一天真的忙到 你不記得走 沒辦法了 你盡量去做 如果你做足的話 一個月就賺了九十個人 你的種子是不得了的 你是會逆轉很多你以前中的壞種子 然後就 這樣 OK 這樣呢 然後我們每天都做紀錄 又做三十天 OK 然後我們一路去觀察 OK 一路觀察 我們的社會會不會好 因為唯獨是感恩 才可以轉化全城的能量 OK 甚至乎 我會開放我自己的懷抱 哈哈 我是不喜歡Hugging的 因為我們四兒子 四兒子Wing五的 那麼窄女一個 OK 然後我也會打開我的懷抱 如果大家想要一個Hug的話 我也會給你一個Hug OK 特別是會員 OK 不要在街上無端見到我 說要抱我 我會拒絕你的 哈哈 這樣 好了 說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你的節目的話 就給我們一個Like 留言分享意見 按鐘仔 看廣告一分鐘 轉載分享 以及加入雙掌台成為會員 太多節目了 星期六 我們會有雙掌台的花好好月圓 慶中秋 很多人都會來的 高俊義師傅 John O Sammy 我們 書法班的李sir 我當然會出席 大家只要給九十九元長租 就可以大把人和你聊天 大把人和你去 還有我們請了個恩師傅來 恩師傅到時候會教我們幾招 如何可以自衛術的 就是打人家的鼻子 不是打一巴巴 打一巴巴 你大劑 然後呢 就 對了 如果你 如果你 預訂不到我們 報不到我們 一切從開始 就買錄影 價錢是一樣的 好處就是 你可以回家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還有我們會拍到PowerPoint很清楚 以至你不會錯過大部分的內容 除了你不可以Q&A之外 這樣 好 講到這裡 拜拜